字幕提供 阿思 你在玩甚麼 我在看iPhone 今晚會否公布新一期版本 即是iPhone5或iPhone4S 因為我看到美國的網站 都透露了 即是iPhone4的升級版 當然我這個時候就看好了 還有也希望請教你 稍後看看在股票市場 有沒有一些主題 可以有機會給我們 不過這個我們稍後再說 當然先看看今天的市場 Akila其實看到 今天恆子的走勢 都非常波動 我看到低開後曾經有少少反彈 但也是反彈十多點 不過之後就無以為計了 看到今天恆生指數 收市債報16250點 跌了571點 成交是752億 最後都是跌500多點 問問Kit 既然今晚有iPhone4或iPhone5公布 對我們的恆子應該是幫助不大 後市你怎樣看 後市其實好像我之前已經說過 後市暫時很難說是會穩住 因為始終都有一句 外市場仍然擔心月中 到底希臘的資金能否回到 真是借到緊急借態 其中一件事就是 現在外市場 暫時我們未見到一個好消息 可以真的推動到市場 所以暫時來說 恆子要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的 雖然跌跌很急 累積了不少沽倉 但很明顯看到現在整個市場 購買力是非常疲弱的 暫時來說 現在可能短期來說 16500點到Meca就穩了 可能短期來說 下市下去16000點 絕對不是一個歧視 暫時投資者來說 我覺得不要太心急去追捧 或者真的股底住 Kit 其實你也說得對 現在市場繼續跟歐債有關的消息 現在最新都是說 希臘本來可以在12日 拿得到的80億的貸款 可能又要停一停 因為在歐元區都要談一談 是否他們的私人債權人 就要承擔更加多 因為在7月的時候 訂立的那份協議 就是承擔21% 現在可能要承擔多一點 所以到11月的時候 才可能可以批得出這一筆的貸款 不過希臘都說 暫時還有錢可以捱下去 11月還撐得住 所以都不用那麼擔心 所以歐債的問題 繼續都是大家關心的 不過現在市場還有另一個焦點 也是另外跟歐債沒有關 這個就是我們的祖國內地 到底人民幣會不會貶值呢 都問一下你 你怎樣看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可能擔心 人民幣還擔心歐債 因為始終過去幾年 很多人對人民幣的業務 都非常吹之若無 大家都覺得人民幣有升無跌 但是這幾天發現都很奇怪 就是在境外一些非交收遠期合約 MDF 其實看到預期未來兩年 可能都會貶值 是呀 那是不是預視著人民幣真的會貶值呢 其實說回市場內 為何有這個預期呢 先解釋一下原因 第一件事 中國其實都很忌廉的出口業 你見到其實歐美經濟都放緩了不少 其實對中國內地的出口業一定打擊不少 很多人就預期了 是否人民幣需要貶值 一刻刺激中國經濟呢 你見到其實內地很多中小企業 貸款都困難 甚至是溫州那邊有些只是走路 而且現在內地的製造業指數 其實大家都在看會不會有收縮的情況 雖然剛剛公佈了 也有微升零點三個百分點 好像硬著陸的機會都微一點 但是始終也有個憂慮 是呀 所以人們就在想 人民幣是否需要貶值一下 設計化經濟呢 或者是推動經濟呢 但是我自己個人來說 就覺得不是那麼簡單 始終都是 人民幣它本身不只是經濟的道具 它亦是一個政治上的博弈的道具 可以見到其實近這兩天或近這段時間 美國那邊是挺劇烈的要求人民幣升值 是啊 可能還在談 是否會有機會立法要求人民幣升值 當然 但是內地你不理會它 是另一回事 當然 可以見到歐美經濟越放誤的情況之下 其實可以說它們又不能增加政府開支 那它們怎樣刺激經濟呢 可能就會在很多其他方面著手 其中一個出口 你見到中國維存和第二大經濟體系 一定是這個出頭料 肯定就會被美國甚至歐洲窮追猛打 所以人民幣要貶值 可能它想美國和歐洲都不會讓它這麼做 其中一件事 就是說中國現在的貿易 還是有一個明顯的順差 你說現在它要隨意貶值的話 肯定引起全世界很多國家的厚珠不乏 其中中國如果容許它的人民幣貶值的話 可能隨時會引起資金大量的流出 這也是中國內地經濟或者政治來說 不能夠容忍的情況 按照你這樣分析的話 應該人民幣大幅貶值的機會就不大了 不過升勢是不是都會有少少放緩 是的 可能短期來說都會稍微放緩 我想內地政府對它來說都會放緩 看好一些經濟狀況 才會讓它慢慢息一回事 但是你說要貶值呢 暫時不用太擔心